大祭司女丑 来到朝堂报告 弟子桃侯放勋 给丢了 满朝文武 大惊实色 庆都更是 如同五雷轰顶 师父啊 放勋是怎么丢的 这件事 真就怪女丑 当初啊 是女丑要求 把放勋领到自己家的 如果她不要求 不到她的家 不一定丢 女丑是好心 觉得庆都太忙了 朝中事这么复杂 不如呢 我把孩子带走 好好教育 特别让孩子 别看三岁多一点 长得又高又大 像四五岁似的 又懂事又听话 女丑呢 有个孙女叫女皇 比放勋大两个月 这俩孩子经常在一起玩 正好把放勋领到家 和自己的孙女做个伴 可万没想到 今天一大早 天刚放亮 柳绿慌慌张张就跑来了 告诉女丑 了不得了 放勋不见了 女丑吓一跳 昨天晚上不是你带着睡觉吗 没跟你睡在一块吗 睡一起了 我一觉醒来 发现孩子不见了 女丑说 应该跑不远 就该在府上 找一找吧 结果全府找了三遍 没看见放勋的影子 派出人到府外找 找了两个时辰 还没有兴 老百姓都听说了 什么三妃娘娘的孩子 放勋丢了 有很多人认识她呀 都帮助找 什么井里头 河里头都找到了 怕出意外呀 一点线索没有 老头子急坏了 这才上朝 向地库庆都报告 地库庆都急坏了 满城搜索 派人找放勋 又找了好几天 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这几天 女丑没睡过觉 老头子像疯了一样 嘴上起溜泡 庆都就更甭说了 日夜流泪 人都消瘦了三圈了 一会儿过了两个月 大家都感到绝望的时候 突然有人报告 幽州贡公族派来使臣 来到博都 说是带了贡公族长 康修的一封书信 要呈报给地库 地库接见使臣 打开书信一看 啊 那真是大吃一惊啊 书信上边写得很明白 大义是帝库 你的儿子 桃侯放熏丢了 两个多月 你不用着急 现在 落我幽州 一切上好 不必挂念 你要是想要儿子 有三个条件 一 处死大祭司女丑 女丑是当年陷害 我大巫师土星的父亲 夺了他大祭司之位 所以我们要为土星的父亲报仇 这一次你的孩子 也是在女丑的手上丢的 凭这一点 你处死他 名正言顺 第二 拿陈锋战车的图示 第三 要丰厚的金银 丝博来交换 限你两个月 你派人带着女丑的人头 带着陈锋战车 以及金银珠宝 来交换孩子 我们保证 我们保证放熏 安然无恙 丝毫不损 还给你们 如果两个月之后 没见到东西 你将再也见不到 你这个儿子了 那个意思 我们就要撕票了 随心带来一块玉 经过辨认 正是放熏 勒头莫额 当中央的那块美玉 什么意思 证明这孩子 确实在我手上 我没说瞎话 你们看着办吧 这是一封赤裸裸的敲诈信 地窟看了能不生气吗 气死了 从哪当上公主 还没人敢这么干呢 儿子压在人手 这事怎么办呢 很棘手啊 地窟问 放熏什么时候 到到你那的 使者说 我只能告诉你一句 这孩子 不是我们爆出来的 几经周转 才到到我们贡公族 到幽州 至于细情 你什么时候 拿着东西去换人 自然明了 别的我就不说了 你就杀我 我也不说 万般无奈 把他送到驿馆休息 等候回信 随后地窟召集 紧急会议 该来的都来了 唯独一个人没来 女丑 派人给他送信 请大祭司 过来议事 女丑说了 你先走吧 我收拾收拾 就到 说是就到 地窟 左等 女丑不来 右等 女丑也不来 庆都 我就知道不好 我师父 一定是有事了 陛下 不用等了 咱们先商量吧 好 要说给点金子 给点丝薄 多点少点 无所谓 尘封战车的图示 要按现在的话说 属于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机密 按说不能给 但是权衡利弊 为了救人 也可以先答应 难在 处死 女丑这天 不好办 女丑与华夏 有大功 所以说丢了弟子 现在也明白了 是公公给 偷去的 有人算计 不能全怪女丑 谁带着孩子 也得丢 关键是 对于公公 恐吓 勒索面前 怎么办 如果都给他 觉得丢失尊严 不给 那孩子命没了 给了 以后他变本加厉 怎么办呢 贤腿说 陛下 弟子生命是最重要的 至于钱财图示 这些东西 咱不缺呀 给他呀 把弟子换回来 咱们再发兵 攻打共公族 等把共公族 给灭了 这些钱财图示 还是咱们的呀 他们也就是替我们 保存两天而已 这三个条件 最难办的就是 要大祭司的性命 大祭司是个 明事里的人 朝廷 不用杀他 咱们派使臣和大祭司 一起去幽州 让大祭司 跟他们交涉去 也不算咱们 没答应条件呢 嘿 这贤黑够可以的 把女丑交给 共公土星那 那能好得了吗 更多的人说话 模棱两可 既说弟子生命重要 更说国家尊严 更可贵 绝不屈服 最后啊 没有一个结果 大家目光落在 庆都身上 毕竟孩子 是庆都生的 地窟一看 庆都 他也心疼了 脸上拾去光泽 眼窝深陷 连眼圈都清了 庆都啊 孩子现在有了下落 你应该 打起精神来 如果你垮了 怎么救孩子 你看 你是孩子的母亲 你认为咱们 应该怎么办 地窟说这话 庆都的火 再也压不住了 心的话 眼打哪闲 促打哪村 祸忧你身上起 想当初 两个月前 我让你回博都 贤黑 把我的表彰压下了 早不回 晚不回 等到戎武兵 半路设服 你回来 我带兵出征 借这个机会 敌人把孩子 劫走了 落到了仇敌之手 你是孩子的父亲 啊 问我怎么办 我有什么说的 想的这 紧咬银牙说 陛下 你这说的 孩子 是你的 你是他父亲 你是一国之君 你认为 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呃 这这 地库 半天 没说话 他知道 这是 埋怨自己 庆都说到这儿 眼泪围着眼圈 直转 把以前事啊 都勾起来了 不是这一个事啊 庆都这女人 心里装饰 一般人比不了 不单是啊 他怀疑 长疑 是奸绩 而且 在前几天 容物部来了四个长老 一个老巫师在 地库面前情罪 说是攻打华夏 全是非联的主意 加上巫师 土星 和东一部落 长山的缩职 这才发兵 跟我们族人没关系 当时地库警告一番 把俘虏的兵啊 全都放了 哎哟 这些兵啊 感恩戴德 事后听说了 要是按照长疑 这五百九十多人 全都活埋了 多亏庆都求情 才保住了性命 这好几百人 感恩戴德 才把机密事 告诉庆都 说这次出兵 准确消息 是东一 长山送的信 肯定是 宫中有人 通风报信 庆都没说什么 更主要的 在迎接地库 回伯都时候 命人打扫宫殿 半年多公里 没人住 里边都长薅草了 庆都有心计 悄悄到了东离宫 也就是 长仪住的宫殿 为什么到这儿呢 因为他有个心事 就是当年 在入伯都 在城郊遇险的事 好玄被一群刺客 要了自己和 放寻的性命 后来一查 刺客使的剑 都是北昆宫 侍卫的铜剑 为此 地库勃然大怒 把北昆宫 原非 几乎打入冷宫 已经失去了 原非地位 庆都不相信 原非派人 刺杀自己 因为一进宫啊 就向昆侯打听了 北昆宫和东离宫 也就是 江源和长仪住的宫殿 只隔一堵墙 是两个窝子中间隔开的 是不是有人 从东离宫的兵器库 通过地道 到北昆宫的库中 盗取兵器 从而栽赃 陷害原非 清都觉得是个谜 但是不能勘查 这次名正言顺调查 果然到这检查出来了 东离宫 也就是长仪住的地方 把墙角这几块地板 与周围不同 撬开一看 底下还有木板 再打开是个地道 钻进去那头 正是北昆宫兵器库 一个最不起眼的墙角 如果不打着火把 仔细绕 根本看不出来 清都明白了 看来刺杀自己的 来自东离宫 是栽赃北昆宫 但这个事儿 他没敢跟地库说 为什么呢 没证据啊 你要说 当年刺杀我的 是东离宫 长仪 长仪说了 我已经离开宫中半年了 难道就不行 有人栽赃陷害 后挖的地道吗 这个事儿 真不能说 况且事关重大 另外 这次放熏丢了 自己啊 像把抓柔长那么难过 包括身旁的宫女啊 昆侯啊 都急得火上房了 唯独地库 他看出来了 地库也着急 可是就没有像自己那样 觉得骨肉丢了那么难过 我明白了 你儿子多呀 少放熏一个 无所谓 可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拼死我得把儿子夺回来 怎么夺呀 他反复思索 不行 在这耳目众多 我需要人 人 这是地库 问庆都怎么办 庆都一肚子火 说话能有好气吗 天下是你的 儿子也是你的 你作为君主 现在该如何办 地库啊 觉得顶撞自己脸面不好看 有心要说几句 再看庆都 脸色特别难看 庆都啊 我叫你出主意呢 你怎么这样啊 庆都蹭就站起来了 陛下 儿子落在幽州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我不管了 一甩袖子 离开了朝堂 这是大臣没想到的 庆都最懂礼仪 今儿怎么给撂挑子了 地库也傻了 孩子妈走了 你还研究什么呢 无奈 地库说 今天就研究到这儿 明天在意 一抖袖子 他也退朝了 文武散去 地库 站在殿外 他琢磨琢磨 庆都怎么这么大伙 也难怪 儿子丢了 我看看他去 就这样 他来到庆都的宫中 庆都早在那迎接呢 陛下 庆都啊 刚才你生气了 怎么 是我 哪点做的不对 陛下 请坐 我有话说 随后 把周围的宫女 都散去 陛下 刚才在朝中 耳目众多 臣妾不敢说 这件事 应该是 公与私 分开 现在 只剩下 你我夫妻 我把心里话 跟你说 千万记住 不要叫外人知晓 哦 爱妃 你说 你有什么主意 能把咱的儿子救回来 我比你还着急呢 陛下 我已经显好主意了 但是 话不传 六耳 只有 你我知道 就可以了 快讲 虽然 放兴是弟子 但是也不能 因为他 让我 华夏 在敌人 面前 低头 更不能 因为他 而随意 诛杀 有功之臣 也不能 因为他 出卖 国家利益 损害 华夏的 安全 我想 陛下允许 这件事 朝廷 不用再理会 告诉使臣 就说 由臣妾我 以放薰 母亲的身份 去幽州 与共共 谈判 成败与否 都是私人之事 与华夏 无关 地库 听完这话 大惊啊 真是这个 三妃 与众不同 每到大势 临头 以国家 为重 不过 爱飞 要是这样的话 放薰 有可能 出危险 我看 未必 他们拿放薰 威胁 华夏 是看中了 放薰 是弟子 是桃侯 如果他们 发现 朝廷 并不在意 放薰 再用放薰 做威胁 又能 换来什么呢 如果就此杀害 放薰 势必得罪 华夏 所以在这个时候 狠心 就是爱心 请陛下传职 找个理由 降罪于我 并取消 放薰的称号 主放薰 出博都 并把这件事 宣传出去 切身 再到幽州 找共公 谈判 就好办了 至于 放薰 生死 祸福 只能 尽人事 而听 天命了 说的这 庆都 泪如雨下 一个做娘的 下这么的 狠心 容易吗 是对自己 莫大伤害 弟哭也 掉眼泪了 这样 委屈 爱妃了 请陛下 不要心慈 现在 对臣妾 母子 处罚越重 放薰 也越为安全 听到这儿 地库 感慨万端 呢 嘿 庆都 就是与他人不同 如果 如果这件事 放在我那美女 长仪身上 不定怎么闹呢 又哭又闹 得逼着我接受 这三个条件 换回儿子 他管你 华夏 受不受损 受不受辱呢 别说长仪呀 可能换大多数的母亲 都会 以儿子为重 但庆都却以 国事为重 以大局为重 宁愿牺牲儿子 也绝不让国家受损 这种境界 怎能不让他赞叹 哎 爱飞呀 我于心不仁 不 你需要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办 不过 千万千万保密 免得有人 给公公通风报信 是 我知道了 书要简短 第二天一大早 帝库生作早朝 满朝文武 见驾已毙 帝库沉着脸 命人宣读旨意 大业是这样 经调查 三菲庆都 在上四 土丘之战 旧驾不立 随后不思悔改 最近两个月 因弟子失踪 他对君主扶持慢代 除言不逊 故夺去放薰 逃侯爵位 逐出伯都 放回一七步 交一七侯好生教养 庆都着闭门思过 就连东一来的 那几个大臣都傻眼了 闲黑想 啊 帝库这么做 这不是要放薰的性命吗 也好 放薰活不了了 给四妃娘娘的孩子 值减少一个竞争对手 看来将来这天下 有可能就是值的 看来帝库真是无情无义啊 又过两天 传出消息 庆都对这个旨意极为不满 找帝库大闹一场 居然在半夜私自离开薄都 回娘家一七步去了 帝库大怒 下旨捉拿庆都问罪 随后到驿馆通知公公的使臣 清都犯法 女丑失踪 我们正在派兵捉拿他们师徒 你先回去 付信 两个月内给你们答复 使臣不相信呢 几天的功夫 怎么华夏内闹了这么热闹啊 他又等了三天 再说庆都 走了没有 走了 走之前把他小女儿交给了盘姆 把盘姆花红等人都安置在南迁宫内 叫盘姆好好带孩子 你乐意不 太乐意了 这是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能不好好带吗 把小女儿安排好了 清都当天晚上带着盘户后裔大郎 二虎 昆侯等人 坐了五辆战车 离开了博都才要到夭州 救资 停留下了博都才能 쓰면 ua 五辆战车 随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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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